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晏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 文化的魅力 今年春晚 来自六个国家的 十一位歌唱家 同台演唱的 《我爱你中国》 激起了海内外华人 强烈的情感共鸣 歌唱中国 了解中国并爱上中国 成为多位外国歌唱家 共同的中国三部曲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在春晚当中 歌曲节目《我爱你中国》 可以说是最国际化的一个节目 十一位歌唱家分别来自 中国 美国 意大利 俄罗斯 法国 拉脱维亚 六个不同国家 虽然肤色和国籍不是相同 但演唱时的情感 却是同样的真振 能够听到他们的歌声中的这种 对我们中国的这种热爱之情 那么而且是一种非常质朴 含着饱满的深情 去演唱的这首歌曲 其实这些异国歌唱家 在登上中国的春晚舞台之前 已经通过 iSing歌唱家艺术节 与中国节缘 iSing苏州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 从2011年开始创办 每年在世界范围选拔 优秀的青年歌唱家 在中国集中培训 培养西方歌唱家用中文演唱 同时发掘中国青年歌唱家 进行系统培养 以系列音乐会的方式 引导西方歌唱家 走上中国的舞台 把中国歌唱家 介绍给西方歌剧界 朱丽叶就是2011年 第一批参加 iSing项目的歌唱家 2011年我上网 我看到那个新戏 iSing 我觉得中国非常有意思 可是我没有机会来到 这个iSing 给我这个机会来到中国 学习汉语 学习中国音乐 对我非常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 朱丽叶第一次感受到了 中国音乐和中国语言的魅力 我觉得中文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语言 音乐就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它有所有的东西 它有所有人 它有所有的历史 它有所有的食物 它有所有的东西 在中国的一个月 打动朱丽叶的 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特有的情分 也让它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感动 它想留在这里 更多地了解中国人 2014年朱丽叶来到上海 同济大学专修中文 并带着丈夫和孩子四处游览 希望他们也能和他一样 爱上中国 2015年 朱丽叶录制了一张 中文专辑千里之外 专辑收录了 《君著长江头》 《燕子》等中国名歌 让她的许多美国同行们 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的歌曲 他们认为所有的中国音乐是金句 但它并不是 所以他们是很惊讶 他们非常有吃惊 那它并不是这么西洋 而它并不是这么美 然后他们说 然后他们说 这应该很难唱的 这一次来到北京参加春晚 已经成为中国通的朱丽叶 当然不让地为同行的演员们 担任起了导游和翻译 在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找到 所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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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买小的 带着刚刚跳选的春联 朱丽叶来到歌唱家 田浩江的家中和伙伴们会合 在这里 田浩江的妻子 早已为演员们 准备了丰富的午餐 让他们提前感受 中国的年夜饭 这个是一种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的 纯粹纯粹 和芥末 草莓 草莓 这个是一种 美丽的草莓 我喜欢它的味道 我觉得 Giuseppe和Andrea 我吃了 是的 太棒了 它是好吃的 我喜欢它 看她吧 Cara 看她的脸 她也说是好吃的 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同行 因为音乐 了解中国 爱上中国 是iSing项目的创办人 田浩江最开心的事 作为首位 与美国大都会歌剧院 连续签约 长达20年的中国歌唱家 她还记得 2010年 一次与国外同行的聊天 刺痛了她 他们几个人的 这个对中国的了解 我发现局限于中国范 和局限于李小龙 我觉得我到西方去留学 为了能够在西方舞台上 能够立足吧 所以就等于 就是花了很多功夫去学习 我就觉得我们 这个对西方的了解 远多于西方人 对我们的了解 那次聊天 让田浩江产生了一个想法 把国外的歌唱家带到中国 让他们学习中国歌曲 了解中国 2011年 田浩江启动了iSing项目 中国的歌剧界 古典音乐界 和西方的古典音乐界 和歌剧界 沟通是不够的 如果能够让他们 叫一些中国朋友 唱一些中国的 著名的声乐作品 那么他们将来 这个学习是一个月 那么他们将来回到国外去 那么对他们的这个艺术 人生的发展 一定会有很多帮助 在培训过程中 他为学员们精心挑选了 黄河 茉莉花 青藏高原 等在中国广泛流传的 经典歌曲 他相信音乐能够唤起 人们内心深处 最真挚的情感 虽然中文对他们 就是有时候学着就会忘的嘛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影戏 但是我想 他们能够记住这些歌曲 我想跟他们在中国的 这个一个月的经历有关系 你一唱这歌 很多画面来了嘛 七年来 田浩江带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 在美国 法国 中国等地 举办了仅40场音乐会 2014年 埃兴项目正式获得 苏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落户苏州工业园区 更多的外国歌唱家 也因此与中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2017年 参加埃兴项目的 俄罗斯姑娘亚娜 在学习过程中 与中国小伙胡光 喜结良缘 再唱《我爱你中国》 对于亚娜来说 有了新的意义 他对我真的像天亮 因为他笑着 我永远能感受到灯 今年秋天 朱丽叶也将实现 他七年来的梦想 正式移居上海 他的丈夫和孩子 也将陪他一同扎根中国 我热爱演出中国音乐 这是我的 This is my passion And在中国 现在我有很多机会演出 深海是对我的心里 是我的第二个家 I sing 项目 让更多的国际音乐人 不仅在这个平台上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歌 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中国梦和中国人生 祝福每个怀揣艺术梦想的人 来到中国 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明天我变清 天我变清 我用起来的